一同蒙恩典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由我来奉读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阿们 接下来由金光上师班通过视频显示 之后听光周万民教会嫖后另一部师 讲让宝慧师圣灵做主人的信仰生活 亲爱的圣徒们 大家平安吗 听说炎热的夏天要经常喝水 有助于健康 前不久我在圣殿祷告 心里受圣灵感动 有领悟 你的主人是谁 圣灵神不是你的主人吗 而你不听从圣灵的声音 所有感受 言行取止都在体贴肉体 是不是这样 我在你里面 你为何不让我做主人 你要自己做主 心里有这样的感动 是的 我有时候会把圣灵当作我的主人 听从圣灵的声音 但也有时候会体贴肉体 经常看我想看的 听我想听的 说我想说的 做我想做的 我就祷告 主啊 全天饶恕我 我的主人是我里面的圣灵 我要放下为我做主的一切属肉的 在我的主圣灵面前 把我所爱的一切全都放下来 一心一意爱我的主 愿圣灵带领我 圣灵求您帮助我 我这样祷告 我想我在担负使命的过程当中 如果听从了我主圣灵带领 会结出更好更多的圣灵的果子 非常遗憾 特别是自己打造了框架 认为这样才是善 经常耽误神的工作 例如 有一位青年 生活非常困难 如果他是属肉的人 希望有人安慰他说 你这日子过得多么艰难 多么痛苦 希望有人这样安慰他 希望有人伸手自助 有人这样安慰他 帮助他 他就会特别感激 他若是属灵人 不会盼着有人以这种方式 安慰他 帮助他 若有人用神道教导他 让他战胜困难 他会更加感恩 我们大家 属于哪一类型呢 是属肉的心态 还是属灵的心态 如果是因为犯罪 导致生活困难 只要悔改归正 就能摆脱困难 如果没有犯什么罪 明白了神是通过困难 熬练你 熬练他 他会满怀感恩 战胜困难 所以当我们探访或做神的工作时 必须帮助圣徒们得到属灵的生命 灵魂得以兴盛 结出圣灵的果子 如果体贴肉体 打造自认为善的框框 使用熟肉的方法 看似有好的结果 但是只要撒旦来搅扰 或遭遇试探患难 就变得徒劳无益 要想帮助灵魂更新变化 进入至美圣神谢罗撒冷 必须让他火热地祷告 蒙受圣灵的引导和主管 如同灵魂兴盛一样 凡是兴盛 身体健壮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亲爱的圣徒们 约翰福音十四章 耶稣在和门徒们的 最后的晚餐 对他们说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我去原是为你们 预备地方去 门徒们忧心忡忡 不明白耶稣要去哪里 耶稣一直在他们身边 教他们真理之道 与他们同甘共苦 可他说要离开他们 让他们感到不安 耶稣看穿了他们的心思 安慰他们说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第十六节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耶稣应许他们 拆另一位宝慧师 在第二十六节说 但保慧师就是父 因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 保慧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拆他来 耶稣说 他去是与他们有益的 保慧师就是 保护的保 恩慧的慧 师父的师 是指 保护且帮助 所有接待耶稣基督 为个人的救主的 圣徒的圣灵神 后来 耶稣为了担负救主的使命 遭受残酷的施加刑罚 埋葬 三天后复活了 之后四十天吃酒 向门徒们显现 让他们相信复活的主 走上使徒之路 还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我所应许的保慧师圣灵 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说了这话 他们正看的时候 成座云彩升天了 亲眼目睹主 升天的人约有五百人 其中没有离开 在耶路撒冷 可慕领受圣灵 祷告的人 只有一百二十个人左右 他们亲眼目睹了 主复活升天 这也重要 但是比这还重要的就是 顺从神道 祷告 亲爱的圣徒们 我们代理祷告会 大家都积极参加吗 后来在犹太人的节日五旬节 发生了圣灵降临事件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主的门徒们 照着主的应许 领受了圣灵 领受了全能 作为使徒 在初代教会 兴起了爆发性的复兴 最后为主殉道 做主的见证 广传福音 成为了像日头一样 发光的 新耶路撒冷的主人公 哈利路亚 又在使徒行传 二章四十六四十七节说 他们天天同心合以 横切地在殿里 且在家中掰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新用饭 赞美神 得众民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 照此经文 圣徒们成为了起报纪 让初代教会大大复兴 父神不仅赐主的门徒 和初代教会圣徒们 保慧是圣灵 也给所有接待主的 神的儿女们 恩赐了圣灵 现在 我们大家 也要像初代教会的 使徒和门徒们一样 直到地级 做主的见证 成为神的真儿女 得尽新耶路撒冷 为此神亲自带领主管我们 今天 就以让保慧是圣灵 做主人的向生活为题 提出三个问题 希望大家发自内心 坦然无惧地回答说 是的 亲爱的圣徒们 问大家第一个问题 您确实相信 内住在里面的保慧是圣灵吗 大家相信耶稣基督 最得赦免 领受了所赐的保慧是圣灵 那么 大家有没有 时刻感受到圣灵 溢住在心里 有时候觉得 觉得自己跟圣灵神 一起过向生活 有的时候 不知道圣灵神 是不是在里面 按照自己的想法 有没有这样 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是伟大的 神 创造天地万物 圣父圣子 圣灵 三位一体神 其中一位 在他 没有难成的事 靠着圣灵的做工 凡事都能 特别伟大的 圣灵神 就在我们里面 而我们 多么 依靠了圣灵神吗 相信了圣灵神吗 交托了圣灵神吗 与他一起 果向生活吗 使徒行传二章 三十八节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 所赐的圣灵 任何人 只要打开西门 接待耶稣基督 所有罪 将得到圣灵 领受 坐身儿女的 权柄 慈爱的神 赐了我们 凭证 那就是 所赐的 宝慧师圣灵 圣灵 立志在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 帮助我们 过好相生活 使徒行传二章 一至四节说 五熏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 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头炉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使徒们被圣灵充满 说话随着权柄 疑似让数千人悔改 彰显圣灵奇妙的 全能做功 使瘸腿的 起来行走等 彰显了奇迹 宝慧师圣灵 内住在我们心里 并非必须打开灵眼 才能知道 我们叫耶稣基督为主 叫神为父 这也是内住在心里的 宝慧师圣灵的做功 我们能够来到圣殿礼拜 祷告赞美 也是因为宝慧师圣灵 立住在我们心里 赐我们信心 有的人怀疑 宝慧师圣灵 真的住在我里面吗 我犯罪 没有遵行神道 圣灵还会住在我里面吗 就这样体贴肉体 当然刚信主的人 也有可能还没有 蒙神所赐宝慧师圣灵 但是除非他拥有路旁地 不接受神道 大部分人 都会领受所赐的圣灵 即使犯了罪 在神面前悔罪 努力遵行神道 会蒙神饶恕 圣灵神不会因为我们犯了罪 就当场离开我们 他富有慈爱和怜悯 为了帮助我们的软弱 亲自替我们祷告 请大家相信圣灵神的爱 可见宝慧师圣灵 立住在个人心里 帮助每一个人的软弱 他是父神赐给我们的爱的礼物 帮助我们进入永恒天国 接待耶稣基督得到做神儿女的权柄 就当相信 内住在里面的保慧师圣灵 会帮助我们 要时时刻刻依赖圣灵神 从而脱去丑恶的旧人 努力遵行神的旨意 成为神名副其实的战儿女 这就是信仰生活 在信仰生活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事情 违背神 或者遇到很不理解的事情 此时 相信保慧师圣灵在帮助我们 全心依赖 圣灵会帮助我们突破界限 顺从神 服侍甚至爱上那讨厌的人 圣灵还帮助我们明白 之前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可惜 很多人不依靠保慧师圣灵 只靠自己 假设我们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 信仰生活 信主的人 会渴慕蒙保慧师圣灵引导和主管 祷告神 有的人随说信主 祷告神 最后还是自己决定 祷告了神 就要耐心等待 等到圣灵引导主管 而他等不耐烦了 随心所欲做决定 如果在相信 永和真神之前 和信主后 没有什么改变 那他还是 那他还是我行我 所以没有信靠神 总是靠自己 到时候就再也得不到 保慧师圣灵的帮助 听不到圣灵的声音 得不到领悟 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主 按自己的方式去做 还怎么能靠圣灵的能力 结出圣灵的果子 怎么能荣耀永和真神呢 我们都渴慕成为圣洁 从现在开始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蒙内住在里面的 保慧师圣灵的帮助 以弗所说六章十八节说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跟我一起读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这次经文 不仅在圣殿祷告的时候 在何时何地 都要求问神的旨意 要受圣灵的主管而行 这就是信靠 溺住在我们里面的 圣灵的方法 刚开始要一一求问 但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到时候自然而然 听到圣灵的声音 受到主管而行 亲爱的圣徒们 我要问第二个问题 您听到保慧师圣灵 善良殉道 会照此顺从吗 住在我里面的圣灵 赐给我们感动 赐我们领悟的感动 这个时候 不要错过机会 我们要顺从 这样圣灵会喜悦 会再让我们 被圣灵感动 主管我们 带领我们 这样 日积月累 我们会更清楚地听到圣灵的声音 更清楚地 受到圣灵的主管 主复活升天后 父神所赐的 保慧师圣灵的做工 记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以下经文里 他寄来了 就要教世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为罪 是因他们不信我 为义 是因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 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保慧师圣灵 代替主 提醒我们个人 领悟何为罪 让我们悔改 更新变化 被称为义人 又教我们明白何为义 成为真正的义人 特别是帮助我们 完全得救 不至于自称信主 还被世上罪恶所惊染 遭到审判 这位就是保慧师圣灵 所以 内住在个人心里的 保慧师圣灵 通过在谈上证的道 或者用圣灵的声音 提醒我们离弃恶 以善圣恶 如果觉得这句话 跟我没有关系 不去顺从 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义人 也不能完全得救 不能发现 从犯罪的亚当身上 遗传悖逆的罪性 更不能把他离弃 也就无法做到 以善美的耶稣基督 的信为心 保慧师圣灵 时常通过经文 提醒我们 让我们属灵信心成长 成就最高境界的善 得尽至美圣城 我哪能成就那种善 就凭我的能力 不可能有那种信心的行为 就这样否定自己 即使保慧师圣灵 用善良的话来提醒 也不会顺从 神就是爱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他愿意万人得救 进入永恒天国 为此将耶稣基督 拆派到这地上 不仅让万人得救 还让众人到 那有神宝座的 陷入撒冷城 与神永远相爱 为此赐我们保慧师圣灵 提醒个人 照着圣灵的做工 相信神的爱 这就是善 神爱我们 甚至舍出独生爱子 让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爱我们 为了拯救我们 甘愿舍出宝贵的性命 相信神的爱 主爱的人 其信心会有行为随着 会爱人如己 约翰一书一章六七节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话 不行真理了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亲爱的圣徒们 问第三个问题 您在顺从保慧师圣灵的引导 努力全然遵行神的旨意吗 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十四节 耶稣对门徒们 讲了圣灵的做工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 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保慧师圣灵 带领神的儿女们 遵行真理 带领每一个人遵行真理 明白一切的真理 我们要火热祷告 努力遵行神的旨意 这样才会得胜 真心相信保慧师圣灵 住在我们心里 帮助我们 就会渴慕受圣灵的主管 认真听神道 为了听到圣灵的声音 圣灵的作工 通过神的道 圣灵的声音 就是通过神道来听的 要渴慕听神道 祷告神 为了顺从圣灵的感动 不断地攻克及身 不断地攻克及身 要做出这样的努力 我们大家 相信 再相信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教托圣灵神 照着圣灵的作工 照着圣灵的感动 领悟 有没有去顺从 努力地去顺从 当我们没有顺从的时候 有没有哀痛 我们是不是这样 度过了每一天 还是 都不知道圣灵 神在不在我们里面 圣灵有没有做工 是不是在 颖面我们 体贴肉体 信神的时候 还是 现在信神 跟信主之前 没有什么区别 每天过长的生活 那么 在我们的神 在我们的主看来 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会多么心痛 有时候 照圣灵的引导 和主管顺从 并不容易 但如果相信 圣灵 必为我做主 就会说 保慧师圣灵帮助我 让我凡事都能 要依靠帮助我们的圣灵 火热祷告 努力受到主管 刚开始需要为 遵行神的旨意 做出努力 时间长了 更容易听到 圣灵的声音 受到圣灵的主管 和引导 越来越容易了 这样在信仰生活中 保慧师圣灵 时常 做我们的主人 看 撒米尔记下 五章十八节 以下经文 在大卫王时代 费利士人来了 布萨在 利法英谷 攻击以色列人 大卫没有急着 出去打仗 他先求问了 他的主 耶和华神 他说 我可以上去 攻打费利士人吗 你将他们 交在我手里吗 大卫是谁 他打败了 格利亚 他是很伟大的将帅 他完全可以靠自己 如果他是一个骄傲的人 他可以靠自己 出去打仗 连这样的大卫 他也求问了神 神对大卫说 你可以上去 我必将费利士人 交在你手里 大卫信扣神 上去击杀了费利士人 后来 费利士人又上来 布萨在利法英谷 大卫再一次 求问耶和华神 神说 不要一直地上去 要转到他们后头 从桑林对面 攻打他们 你听见桑树梢上 有脚步的声音 就要急速前去 因为那时 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 去攻打费利士人的军队 大卫凡事求问神 听从神 结果攻打费利士人 大获全胜 不仅如此 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蒙神引导 百事顺利 我们也要像大卫王一样 凡事求问神 顺从神道 那么信心会迅速成长 家庭 工作 事业 都会亨通顺利 尤其是作为主仆和工人 更要听从神的旨意 蒙神带领 拯救无数灵魂 凡事结出累累受过 荣耀神的名 有些人误以为蒙神引导 是信心大的人 才有的特权 现在是末时和旨意时代不同 神赐我们圣灵 犹如稻水一般 蒙寿所赐圣灵的神带领 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 蒙神带领 当然信心越大 会更清楚地听到圣灵的声音 听得更为具体 神与你面对面说话 对话 让你亲耳听到神的声音 要达到这种境界 必须像亚伯拉罕和摩西一样 成就完全的信心 即使不能亲眼见到神 不能亲耳听到神的声音 神得救的儿女们 心里都有神的灵 圣灵 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听从圣灵的声音 蒙神带领 蒙受万事亨通的祝福 要有确信 自己必从灵生灵 成就圣洁 要有这个信心和确信 我们虽然无能为力 但依靠宝慧师圣灵的帮助 凭信心而行 就没有难成的事 当有这确信时 才能全然成圣 亲爱的圣徒们 1982年7月25号 神通过主任牧师 开拓了万民中央教会 彰显圣灵的做工 启示牧师的旨意 让我们教会 靠圣灵的全能 像初代教会一样 兴起来 将一切感谢和荣耀归给 三位一体神 在迎接教会开拓 39周年礼拜之际 这周一 周二 周三 为我们呈现了 圆形彩虹和 双道彩虹 特别幸福 我们的父神 神 为亲爱的儿女们 呈现的彩虹 我分三个方面讲了 神的儿女们 想让神所赐的 宝会师圣灵做主 应该怎么做 第一 要完全信靠 内住在里面的 宝会师圣灵 第二 要听从宝会师圣灵 所提醒的 手上的话语 第三 要蒙宝会师圣灵的引导 努力全然 遵行神的旨意 努力再努力 我讲了这些内容 我认识一个人 他为了戒烟 去了戒烟所 还有一个人 酒精中毒 住院了 他们为戒烟戒酒 费了不少功夫 而我们教会有一位圣徒 在信主前 一天抽三包烟 喝五瓶一百毫升的烧酒 也就是一天喝两斤烧酒 来教会之前 来教会后 只过了两周 他听了十字架知道 接待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助物 领收圣灵后 当场 戒掉了烟酒 从那以后 一闻到烟酒的味道 他就会反胃 他说牧师 神的做工 圣灵的做工 太伟大了 太伟大了 我以前为了戒烟戒酒 做了那么大的努力 而我听了十字架知道 接待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助物 领受了圣灵 圣灵出满的做工 我都不想抽烟了 不想喝酒了 是的 我们大家里面 跟这个例子无法比较 我们里面有伟大的圣灵 他时常愿意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的前程 赐给我们力量 赐给我们恩典与能力 而我们 不理会圣灵神 瞧不起 我们也 都不知道圣灵神 是不是在我们里面 总是这样体贴肉体 那圣灵神会多么心痛 我查验了自己 悔改了 下定决心 从此我要 我不想让 我里面的圣灵孤单 要与圣灵 要求问圣灵 这样的时候 我们心里会充满 被圣灵充满 跟周围的环境没有关系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没有难成的事 赐给我们万民的 奇妙的 神的左宫 民族福音化 世界宣教 在南圣殿大圣殿 我们成为圣洁 进入耶路撒冷 这一切 都靠圣灵的左宫 凡事都能 他是不是这样认为 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二十三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叫福音儿子得荣耀 四福音说里的 耶稣的十二门徒 在主复活升天后 领受宝慧师圣灵 领受全能 直到地级 做了主的见证 使徒行传 介绍了耶稣的十二门徒中 彼得 雅各 使徒约翰 还介绍了斯提反 指示和菲利之士的 精彩事工 特别是 使徒保罗的事工 更为奇妙 他还不属于 耶稣的十二门徒 到小亚西亚 希腊 罗马等地方 积极宣教 向外邦人传道 这是圣灵的做工 之后大约过了两千年岁月 天国福音传遍全世界 而这个世界 罪恶满贯 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的主在灵 主降临和世界末了的预兆 已经显现 就看新冠疫情 也能知道 我们也能知道 现在就是末时了 万民将成就末时的旨意 迎接再临的主 您相信万民的事工 非常伟大吗 可以靠圣灵的做工成就吗 主人牧师成就再创造的 全能百分之百 甚至改变人心 神不仅期待主人牧师的事工 也期待成就 诚心和充足信心的 全世界万民的主仆人和 圣徒们的事工 我们要明白神的这边心意 迅速改变成为灵与全灵 我们能做到 当我们担负各自的使命 全家尽忠时 会速速成就 家庭福音化 职场福音化 民族福音化 世界宣教 各个大陆宣教 将来会迅速的成就 又会通过猎王建造大圣殿 由此荣耀神 靠着我们的能力 我们无能为力 但是靠着我们的知识 做不到 但是靠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 圣灵的做工 没有难成的事 哈利路亚 我们要 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 愿万民的圣徒们 无论男女老少 告白 宝慧是圣灵住在我里面 让我常常得胜 让我的信仰生活 快乐无比 特别幸福 愿大家都像 细心之父亚伯拉罕一样 成为蒙福的人 荣耀神的名 奉主的圣名 祝愿大家 思考今天听的内容 一起祷告 谢谢大家